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說 我們之前組成分分析是在原空間做的 那我們上次講的ColonMethoder ColonMethoder可以把資料送到另外一個空間 然後我在另外一個空間再做線性的處理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我們的資料送到另外一個空間 然後在那個空間上面做組成分分析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會帶你補好一個例子 我們從那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方法有多好用 多重要 但是這個方法你在跑的過程 你會發現這個方法有一個很大的缺陷 就是參數量什麼都很難講 好 那這個方法叫做 Kernel-Phrasible-Component-L-I-C-S 我們通常叫KPCA 好 所以這裡有很多數學式子 因為這個地方幾乎全部都變成數學 因為它的公式跟原來的都一樣 所以概念跟原來的都一樣 組成分跟原來的都一樣 只是你在另外一個空間做組成分分析 所以在另外一個空間做組成分分析 怎麼去解除它的解來 這就是數學推導 所以這裡幾乎都是數學式子 我已經盡量插了兩、三張記憑去了 那天有人在催我 說我的講述為什麼沒有上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還在想例子 因為我想到一個好例子 好 那組成分分析是做什麼 組成分分析是解 是解這一個 我們的共變異矩陣的 你要記得嗎 它等於是解這個 Covariance Metric 的 eigenvector 跟它的 eigenvalue 對不對 那 eigenvalue呢 就是它的投影到那個空間的分散程度 它的Variance 它的Variance 所以 eigenvalue其實就是Variance 就是我用了這個主軸 投影在這個主軸上面的Variance 然後這個 eigenvector呢 就是我們那個主軸的向量 好 那個主軸的向量 好 不要忘記哦 我們還要限制我們的主軸長度是1 因為同一個方向的那個向量有太多根了 那我們想要得到唯一的1根 那就要限制它的長度是1 其實限制它的長度是1 還不是唯一的1根 因為它會有2根 1根往前 1根往後 可以嗎 但至少呢 我們多了一個限制 好 那個長度是1 這個跟我們之前是一樣的對不對 我其實是完全忘記了 呵呵呵呵呵呵 好 就是解我們的供應以及證的 eigenvalue 跟 eigenvalue 就是把愛合就可以 來 接下來你看下一頁 下一頁跟上一頁差在哪裡 差在我把上面都加了貓貓蟲 好 就這樣對不對 啊 加的毛毛蟲一定是長的不一樣的意思 所以呢 這個加的毛毛蟲是什麼意思 我加的毛毛蟲 加的毛毛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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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什麼意思 公式全部都一模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在算這個共變異矩陣 算這個 covariance matrix的時候 是在特徵空間做 我是在另外一個空間 算它的 covariance matrix 我得到的特徵向量 我得到的這個特徵向量 我找到的這個主軸 是在另外一個空間的主軸 就這樣而已 其他的公式長的都一樣 一樣嘛 對不對 好 都沒有變 我一直加毛毛蟲而已 加毛毛蟲是為了做區分 好 做區分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的共變異矩陣 跟以前長的一樣 SI減掉平均數 乘上SI減掉平均數的轉字 全部加起來去比均 這就是我們的共變異數矩陣 咦 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哪一個地方不一樣 我的SI前面多了一個什麼 我的SI前面多了一個翻 我的平均本來應該是x bar 對不對 原來的共變異矩陣是長這樣 原空間的共變異矩陣是 I從1到N SI減掉S bar 乘上SI減掉S bar的transpose 除以N 再全部加起來之後再除以N 就是原來的covalence matrix 我現在呢 前面多了phi 前面多了phi 那這個phi bar是什麼 phi的爸爸對不對 phi的爸爸呢 是什麼 是 就是在特徵空間上面的平均 就是所有的點加起來取平均 在特徵空間上面的點 全部加起來取平均 在另外一個空間的點 全部加起來取平均 所以這兩個公式是一樣的 只是它在 這個是原來空間的點 SI是原來空間的點 S bar是原來空間那些點的平均 現在呢 在SI前面多了一個phi 是什麼 是我現在先把這些點 丟到另外一個空間 丟到另外一個空間之後 丟到另外一個空間點的取平均 叫做phi的爸爸 叫phi bar 所以它是兩個不同空間的點 平均 兩個不同空間的點 可以嗎 可是公式都 現在都一樣 好 只是現在有一個困難 我們之前舉了一個例子 我們上次那個phi 它會把S1 S2送到什麼 送到D1 D2 D3 你看我都背起來了 它會送到S1的平均 根號2S1 S2 再來就是什麼 S2的平均 可以嗎 可以嗎 這是上一次的一個phi的平均 對不對 好 我們把它送到另外一個空間 那我們上次呢 花了很多的時間 我們上次花了三個小時的 跟講說 欸 我們在算這個空間點的內積 補助 好 B B 出的B 轉至B D 在算這個空間內積的時候 會等於什麼 圓空間內積對不對 等平均 怎樣 好 那這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Kernel Function Hata 然後這個 這一個叫做Future Mapping 可以嗎 上面這個叫Future Mapping 下面這個叫Kernel Function Hata 那我們上次講過了 就是 通常這個Future Mapping是不知道的 我根本不知道我什麼 把點送過去 我通常控制的是這個Kernel Function 所以我上次有講 通常這個是未知的 通常這個是未知的 然後這個是 已知的 好 如果上面這個是未知的 現在就出現一個問題喔 這個是未知的 我的點 透過一個未知的送過去 它長什麼樣子 不知道 可以嗎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已知的 我這個點透過已知的送過去 我當然知道它長什麼樣子 就可以在那個空間算 但是通常它是未知的喔 未知的 如果我把我的點 送一個未知的送過去 我不會算 這個Fine呢 這個點 用未知的送過去 我不知道這個FineSi是什麼 全部加起來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除以A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取平均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不知道怎麼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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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不能算 所以很多人學空間的方法 就卡在這裡了 這個我們解不出來 那你解不出來這理會就是 反吃理會不會很優 所以我們要怎麼辦呢 我們要想辦法把這種東西 換成我們已知的 也就是說呢 這些Fine我不會 這些Fine我不會 但是我知道 算內積的時候會等於卡卡 算內積的時候會等於卡卡 所以我想辦法把Fine全部換成卡卡 那就可以算了 那怎麼把這些Fine全部換成卡卡 這真的需要很多的數學 因為它需要換來換去 需要解一些數學的技巧 所以我先來做第一個動作 接下來講的都是標準流程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能夠把接下來這個東西學會 下個禮拜呢 你又能夠把 LTA 下下下下下 你如果能夠把 rabia的流程學會 你可以把任何現在Fine上面看到的 課真ruff取的方法 全部套同樣的流程 把它全部換成更換成另外一個版本 每一個版本就可以發一個Fable 換另外一個版本就可以發一個Fable 就可以多不同的地方做好多名字 這是我講的啦 只是到現在我才沒有能夠幫我們做這些事情 我的眼睛有沒有太專注於某個人 真的要寫這個paper真的不難 來我們看看第一個 做這個動作之前 第一個一定要把我們的矩陣拆解 拆解到最原始的樣子 什麼叫拆解成最原始的樣子 我們以前呢 這個跟以前高中學的是完全跌倒 國中高中學的完全跌倒 國中學的是什麼 a平方-2ab加b平方 老師就告訴你這個很醜 請你把它換成 a-b括號的平方 很漂亮對不對 然後a平方-b平方 老師就說這很醜 請你把它換成a-b乘以a加b 其實我當時有點困惑 因為上面裡面下面漂亮 對不對 我當時這就有點困惑 以前都在做這種事有沒有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反過來你看到這個很漂亮的 請把它換回去很醜的 把它拆成全部都展開了 所以當你看到任何的一個式子 任何一個退升萃取的 只要是長這個形態的特質 退升萃取的方法 第一步就是把它全部展開 全部展開之後 我們才可以利用它展開的特性 來幫我換出來它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步把它展開 你要展開之前呢 我要先知道我的平均怎麼展開對不對 這裡不是有一個平均嗎 可以嗎 好平均怎麼展開 平均就是把所有的點加起來 除以n 我這一份獎勵幾乎把所有的過程都幫你打上去了 所以我花了大概四五個小時打這些東西 我幫你全部打上去了 你知道為什麼要打上去嗎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上課用手寫會很累 可是我打完會覺得我很累 好 好 那如果全部加起來除以n 你看喔 除以n我們可以把n放在外面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這一步是矩正的技巧 你看我們phi1phi2加到phin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phi1擺在這裡 phi2擺在這裡 phin擺在這裡 phin擺在這裡 乘上誰 1對不對 為什麼可以這樣寫 因為我們矩正怎麼乘 這個乘這個 然後我們加起來 對不對 第一個乘以1就自己 加第二個乘以1 加最後一個乘以1 不就上面 phi1加phi2加phi2加phi0等於 所以這是矩正的差點技巧 這個乘以1加這個乘以1 所以可以加起來 可以加成這樣 好 拆成這樣有什麼好處 可以畫減 怎麼畫減呢 你要記得我們說我們的資料 我們的s 如果要把我們的資料 擺成datameter一定要擺成橫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把第一個點的資料 擺成橫的對不對 第二個點的資料 擺成橫的 最後一個點的資料 擺成橫的 對不對 我們從一開始上這本課就這樣講 擺成橫的有沒有 但是你看這個喔 對不起 擺成橫的要加什麼 要加轉字 忘記轉 擺成橫的 那你看這個 這個有沒有轉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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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它的意思是把資料擺成直的 擺成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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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把資料從橫的變成擺成直的 就把它轉移一下就可以了 對不對 轉移一下它就變成什麼 擺成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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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成 可以嗎 所以 它就變成 S的 轉字 好 那這個 怎么办 這個 長得很醜對不對 你不能每次寫公司都寫 那我們後面的平坊一定擺之下 所以我給它一個符號 叫做 它總不倒幾個 一個 兩個 一個 兩個 n个1,所以它有n个1 所以我这边给它写一个像样叫做1 这个消费有几个1,它有n个列 第一列一个1,第二列一个1,点点点 第n列一个1,对不对 总共几行?一行,有吗?它只有一行 可以吗?所以n列一行 我换一个新的符号而已 所以就是s的transpose 准上1的m整体 你们先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你作业都教你 有作业这样 一定要教你,有教做有分 有教你,这位堂科要不要来上次,不是 最后作业一定要教就对 你写的再怎么样还是要交给你 不管怎么样都要交给你 写600页有加分吗? 那个600页是因为那个分号忘记拿掉 那分号忘记加回去,可能就是600页 我想说,听到的人都讲600页 可是它分号没有拿掉 像我自己在写,我分号没有拿掉 因为我要看那个结果,我看到不行 就一个秀出来 然后秀出来之后,你就可以一边看结果 一边看结果,一边吃饭 一边看结果,一边吃饭 你看,然后你如果忘记把账号拿掉 把它放出去,就会被整 那一个结果就贴持 一个账号就贴持 一个账号就贴持 就可以丢盘 好,这一步有问题 所以我们平均呢,公司变得很简单 好,我把其他的都拿掉,我换紫色的 好,平均,我可以把它写得很简单 平均,就会等于 1分之1的s的transpose 乘上一堆1 这一堆1总共有n一个 这样,这就是我的平均 好,这可以变得这么简单 这是我的平均 好,所以平均我已经有了 再来呢,我就是要把它分解回去 我要把原来的a-b的平方 分解回去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 以前教的 a加b乘以c加d 你看 这个会不会拆解回去 你看,我现在全部都用国中数学而已 这个乘这个ac 加这个乘这个ad 加这个乘这个bc 加这个乘这个bd 对不对? 就可以把它拆解回去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把很漂亮的式子拆解成很丑的 再做一整理 好,所以下一步 下一步把它吞开来 这个总共有几下 跟刚刚这边一样啊 a加b乘以c加d 所以总共应该有四项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项会长什么样子喔 来,第一个 这个转置可以先放进来 所以这个可以先换成谁? 它可以先换成phi si的转置 减掉phi bar的转置 phi bar的转置 好,有了之后呢 再乘开 四项乘开 这个乘这个 就第一项 这个乘这个 就第二项 这个乘这个 就第三项 这个乘这个 就第四项 这样 所以拆成四项 对啊 全部加起来 这个除以m 所以你看第一项 这个应该 phi乘上phi bar 第一项 phi乘上phi bar 对 第二项是phi乘上phi bar phi乘上phi的爸爸 第三项是phi的爸爸乘以phi phi的爸爸乘以phi 等下转置 第四个是phi乘上phi的爸爸的转置 对 所以它的四项 不成胎而已 你是这些学校補充的 这些学校補充的 所以你分手 公平一年 是吗 可以吗 公平一年 公平一年是你学校補充的 公平一年是你学校補充的 那看这些学校補充的 所以我们拆成四项 那拆成四项之后呢 接下来要针对每一项做整理 所以你任何的公式都一样 你未来只要看到类似的 就是把它拆成四项 然后每一项特别整理 整理完之后再把它凑回来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第一项 第一项是phi乘上phi的transpose phi乘上phi的transpose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喔 这个呢 可以用矩阵的运算来做 你看 跟刚刚一样 刚刚你看这边不是phi phi phi 对不对 这里写错了 这里忘记加transpose 来补一下 好 这个是phi乘上phi的transpose 再全部加起来 所以上面要有transpose 所以你看喔 第一项 phi乘上phi的transpose 加上第二个phi乘上第二个phi的transpose 加上最一个phi乘上最一个phi的transpose 加起来 我这是原来的就是这样 对不对 好 这样只是简单的矩阵拆解 但是这个如果你做习惯了 你就会一眼就看出来 好 刚开始是很难懂的 好 再来跟刚刚一样 S是什么 S呢 是把一堆资料摆横的 所以S就是把phi1 转置摆横的 phiS2 转置摆横的 到phiSn 转置摆横的 对不对 这就是我的S 前面简单啊 这里 这里 有没有 S是把资料摆横的 所以S的转置是把资料摆直的 所以你看这里 这里不就是S吗 这里不就是S的转置吗 所以就S的转置成S 好 所以看起来很难 只是他把它整理完之后就变得很简单 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是谁 再下一个是phi乘上phi的爸爸的转置 phi乘上phi爸的转置 这个力量是把所有点加起来 i从1到n给它加起来 相加了之后只有跟这个i有关 跟这个i无关的都可以拿走开 都可以提出去 所以phi爸的转置跟i无关 所以它可以搬出去 搬出去之后里面就剩下这堆东西加起来 这堆东西加起来 这堆东西加起来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phi s1 加上phi s2 加点点点 这好像跟我们第一次座位有关 对不对 phi sn 除以n 全部加起来取平均是谁 phi的爸爸 可以吗 phi爸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把nt过来而已 所以就是n倍的 phi爸 同样的 如果你是phi爸乘上phi的转置 那这边也是跟i有关 跟i有关的是这一个 分配率告诉你 这个可以提出去 对不对 好 提出去之后呢 所以phi爸提到外面去了 里面又是谁 里面又是phi s1 加点点点 加到phi sn 又同样的东西 再做一次 这个东西除以n 就会等于phi的爸爸 那你把nt过来 就是phi s1 加到phi sn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里又变成 一样一样的实际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比例 一样 这个东西 在一个地方见过 在统计里面见过 你记得吗 统计里面它要算什么 统计里面要算s 统计里面要算这个标准 叫算Valience的时候 它有另外一个公式 那个公式是什么 是 自己画 哈哈哈哈 是 是 是加起来的0方 减掉0方再加起来 然后取以来 应该是长这样 是这个公式的时候 在推倒的逻辑是一样的 你怎么讲 它可以变成 这个简单的 应该是 可以自己查一下 好 再最后一个 好 再来 就把这几个tun 换进来 第一个 第一个部分 刚刚算过了 它是s乘上s的转置 对不对 咦 不对 是s的转置乘上s 写错边了 这个是谁 这个是n phi bar 乘上phi bar的转置 这个是谁 这个是n phi bar 乘上phi bar的转置 一样 好 跟刚一样 最后这一项是谁 这一项最简单 这一项是 bi bar 乘上phi bar的转置 跟i全部无关的咧 所以 一个phi bar 乘上phi bar的转置 两个phi bar 乘上phi bar的转置 加强 三个phi bar 乘上phi bar的转置 加强 总共加了几个 5个 所以它也是n 乘上phi bar的转置 所以这一项也是n 乘上phi bar phi bar的转置 所以变成 减一下 再减一下 再加一下 减一下 减一下 再加一下 这个可以消掉 所以是再减一下 所以共识形容量 这个应该是 s 图法 n 单向的图法 减掉 平均的 平均的图法 把它取得 应该是这样 对 所以 减一加一 干掉它 所以剩下减一个 这样 减一个呢 这里又n n乘以n又消掉了 所以剩下 这一项 哦 所以展开也没有很难吗 展开会变什么 第一个 第二个 哦 这个猫猫虫念 这个猫猫虫 它会等于什么呢 它会等于 一分之一的 s 转置 乘上 s 减掉 5bar 乘上5bar 的转置 这公式 本来是想说要变很复杂 结果它帮你变得很简单 所以它告诉你说 他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谁跟你讲这个比较简单 不一定要 我搞不好拆开之后 整理完会更简单 有时候穿回去整理完会更简单 所以数学没有人说这个简单 而是这个简单 要看你 当下在学那个东西 其实我满讨论 当时满讨论整个 因为这个基本我们都会 但是那个每次拿那个 台中一种独中教材来看 我就都不会 那个都要 都有一步你不知道 你只要知道那一步你就会 那就查那一步 所以前任务比刚才我们讲一句话 我觉得还不错啦 他说我们台湾现在做的学生是 是你全部都学完了 全部的基本概念都会了 这个学生的分数是C 比如说跟我们一般教育的比喻 你应该是全部各间能力都具备了 你应该是A的 结果它不是 它是全部能力都具备的来自C 你要比这个C更厉害的人 才会找到A 所以你不是具有G被子 基本智能的人 是达到门槛 你具有基本智能的人 是门槛一下 好 那我们再往销 好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 这只把MARK起来 我们知道我们的SIGMA的TIERD 就会等于 等于1分之1的S的Transpose 乘以S减掉 少了一步 对不起 好 接下来呢 还有这个地方可以再画简 刚刚忘记画简这里 来 这个地方怎么画简呢 Phi的爸爸乘上Phi的爸爸的转字 Phi的爸爸在这里 刚刚算过的 好久以前算过的 Phi的爸爸是谁 所以是M分之1 S的Transpose 乘上1的M乘以1 这个地方要抄了 这地方我没有打上去 然后后面那个Phi的爸爸的转字 所以是M分之1乘上S的转字 乘上1的M乘以1 再转字哦 好 来 这里有M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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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M分之1有几个 两个 两个 可以吗 好 这个是S转字1的M乘以1 后面我换别的颜色 后面这里我换绿色 如果我转字的时候呢 后面要先跑到前面来 后面跑到前面来 前面跑到 后面去 这个规则先把它记下来 前面简单 前面是M分之1 s的转字 后面绿色的简单 手太肥了 s的转字乘上S的转字是S 后面简单 讨厌的是中间 紫色的中间是什么 1的M乘以1乘上1的M乘以1的转字 这到底是什么 好 来我们举个例子 1的2乘以1 1的2乘以1 1的2乘以1就是2个1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是1的2乘以1 乘上1的2乘以1的转字 就会变成是2个1 乘上它自己的转字 所以就是2个1 变恒的 值得变恒的 对不对 这个乘起来会变什么 1乘以1 所以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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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变4个1 对不对 所以它会变成1的2乘以2 我现在只是把下面的2改成多少 2改成n 变成1的n乘以1 乘上1的n乘以1的转字 就会等于 等于点点点一样的 只是变成1的多少 n乘以1 所以这里 会变成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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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头页按到了 有键盘就是头页 m乘以1 走 好 所以我写大大的写在这里 所以它的试质呢 比刚才 虽然看起来复杂一点 但是它没有fi的爸爸 他把fi的爸爸 全部都换掉 全部都换成x 对 它的四值变成 sigma的第二等 就会等于 n分之1 s的转字乘上s 减掉 n平方分之1 s的转字 你看前面都是s的转字 有没有 然后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是 1的n乘以n 再乘以s s 可以吗 这个 这个跟我在 5年前吧 录的那一版影片不一样 因为5年前录的那一版影片 我很讨厌这个s的爸爸 所以我跟另外一本书做了一样的事情 我令这个s的爸爸是0 就认为它 空间是0 整个假价 空间是0 可以喔 只是那个公司的推导 会在 回来 完整的公司的推导 在那里面涨 然后你如果到那空间 在座品里 所以跟上次的 5年前那一版影片的公司 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这个我不推导 因为其实到这里我就可以用 到这里就可以用了 但是有一群人 有一些人认为 这个还是很丑 它可以再变得更漂亮 那我并不觉得这个会是很漂亮 1分之1可以提出来 1分之1两个嘛 提一个出去 然后 左边都有s的转字 右边都有s 所以把s的转字全部搬到左边 把所有的s全部搬到右边 然后里面再加一个括号 这个已经搬到左边了 这个已经搬到右边了 剩下1分之1 所以中间会变成是一个 identity matrix 就是 在线性态数里面 乘上这个矩阵 永远都不会变 就是identity matrix 然后减掉 1分之1 提出一个1分之1 所以剩下1分之1 然后呢 中间剩下谁 1分之1 1分之1 所以它可以化解成这样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化解成这样 你要做完整的化解 就可以化解成这样 好 那我是觉得到这里就够了 好 到这里就够了 好 到这里就够了 呃 这个流程是要学kernel的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任何方法都一定要透过这样的转换 好再下一步哦 所有的左边都有S转置都抵到左边 右边都有S就抵到右边 那这个抵出去了 这个抵过来了 中间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中间其实可以乘上层 中间可以乘上ident dimension 这样可以 好 命名乘上 3 4 5 6 乘上 1 0 1 乘上去之后 乘过来 3 乘过来 4 4 5 乘过来 5 乘过来 6 1 所以只要乘上ident dimension 都不会变化 都不会有任何变化 好 所以我中间可以放一个IN 就不会影响到它的市场 然后左边抵出去 右边抵出去 中间的性感IN 好 下一个 好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已经够了 所以我就不再化检了 那你如果真的有需要的可以再化检 那化检呢 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它可以叫做 你如果有信息再把这个拆成两个 拆成两个之后剩下那一半叫做Centered 就是你要把你的矩阵在FutureSpace 然后做Centered的那个转弯 就是再把这个再拆成两半 好 好 那个我们不管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得到了这个式子 得到了这个式子之后 很可惜 它完全到目前为止 它一点都不能用 为什么它一点都不能用 诶跟时是什么 把第一笔资料摆横的 把第二笔资料摆横的 把最后笔资料摆横的 但是这个资料是透过Fy送过去的 这个资料是透过Fy送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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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 Fy 不知道 Fy不知道 FyS1 不知道 FyS2 不知道 FySN 不知道 全部都不知道 啊全部都不知道 你在算什么 有没有 这全部都不知道 所以 大X 不知道 大X 大X 转次不知道 大X 大X 转次不知道 大X 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个E 这个N平方 这个N就是减 其他都不知道 那这个没有用 所以到目前为止 它一定没有用 一直把它改改 那我要怎么把它换成有用 这个Fy 我不知道 我要换成有用 一定要把它全部都变成 好不好 才会有用 你看 那现在都还没有变 所以不能用 一点用总没有 好 但是 倒过来就知道 仔细看 刚刚这个式子 哦 刚刚这个式子 我把它写下来 刚刚的式子是 Sigma的Delta是 N分之1 S的转次S 减掉 S的转次 再来 对不起 忘记N平方分之1了 对 S的转次E的N乘以N 再乘上S 对 好 S的转次乘上S 我不知道 抖过来 我知道 S乘上S的转次 我知道 为什么 S乘上S的转次 这上礼拜 上礼拜是放假 对不对 所以是上上礼拜讲的 哦 这个是长什么样子呢 这是PhiS1的转次 拜衡的 点点点 PhiSN的转次 拜衡的 乘上PhiS1 点点点 PhiSN 所以就会等于 哦 好大的一串 这个乘这个 PhiS1的转次 PhiS1 点点点 PhiS1的转次 PhiSN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点点 PhiSN的转次 PhiS1 点点 PhiSN的转次 PhiSN 这个乘这个 这样 这个我知道 在哪里 这里跟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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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SN转次 乘上Phi 就是CapaSD 对不对 所以 PhiS1的转次 Phi 就是CapaS1 S1 这个就是CapaS1 SN 这就是CapaSN S1 这就是CapaSN SN 所以转一下我就知道 S的 大S的转次Pose 在左边 我不会 大S的转次Pose 在右边 我会 很神奇 所以下一步就是 怎么把大S的转次Pose 在左边 全部换成大S的转次Pose 在右边 那 本来接下来讲的东西 我是不是在想录啦 可是后来想想 我要是把录一下 因为我在五年前 那个版本是不好的 那接下来的流程是好 会比五年前的那个版本更好 我之前讲的那个Cono 他在这边推导的时候 我强制他做了一个Duo Problem Duo Phone 但是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先强制他做Duo Phone 一样可以解住自己 那我现在盘改成 不用强制做Duo Phone 这样会少掉一个K 会少掉一个ConoMage 解的时候 就不会出现C-Duo Phone 所以你看喔 本来不知道的 但是如果我把这两个换位置就知道 我把这两个换位置就知道 把这个搬到前面来 或者把这个搬到后面去就知道 把这个搬到后面来就知道 把这个搬到后面来 或者把这个搬到前面就知道 把这个搬到前面就知道 把这个搬到前面就知道 可是他不可以把它搬来 那是我想搬 所以再来会有四步骤 解这样的问题 只要Follow下面这四个步骤 任何形态都可以解得出来 就是长得像这样 怎么用这个来解 只要Follow下面这四个步骤 任何长得像这样的 全部都可以透过这个东西解出来 下面有四个步骤 好 这里 这页超好的吗 好 所以呢 我们要解这样的问题 只要花四步骤就可以了 解什么问题 我们是要解IgonValueProper 不要忘记我们的初衷 我们刚刚只是把这个拆解 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 这个Covalence的IgonValue 跟它的IgonValue IgonValue就是我们的主轴 IgonValue就是投影的那个方向 对吧 投影的那个主轴那个方向的Values 它散开的程度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它的主轴 跟在主轴那个方向的散开的程度 它的Values 好 我们要的是这两个 所以我们还是要解这个啊 还是要解Sigma的Ti EJTi 那只是我现在把Sigma的Ti 换成这一大串 就我刚刚做的 换成这一大串 换完之后乘上EJ的Ti 不要忘记我 你要强调你的EJTi的长度是 这样 只换成这样而已 把这个换成这样 好 解这个问题需要四个步骤 上面写了四步骤 我们先看它解出来长什么样子 好 我们原来的资料是怎样 原来资料里面一圈 外面一圈 这我们刚才有问过 好 组成对分析 不管有什么分析 它永远都是里面长一圈 外面长一圈 但是你如果用的是 Kernel的组成分分析 它出来是这样子 本来不是里面一圈外面一圈嘛 本来不是里面一圈外面一圈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用 核化的组成分分析 出来会变成这样 里面是 红色的 里面那个变成一曲 外面的变成变了 里面的集中在一堆 外面的集中在一堆 有没有 所以本来它是 线细是不可能分开的 但是我经过科统的组成分析之后 它竟然变成可以分开了 可以分开了 有没有 所以我先告诉你结果 好吧 虽然我本來不想休息 我們還是休息一下 因為我就有點快暈了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這四個步驟 反正大家都回來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有四個步驟 來 第一個步驟 我們本來是要解上面這個東西 解這個SigmaEJ等於LavaEJ 然後你在解的時候呢 這個在左邊 XTranspose在左邊的我不會 但是XTranspose在右邊的我會 XTranspose在右邊的呢 它就會變Cronometry 所以我會 這時候我會先做一件事情 強制把它搬到右邊 可以嗎 好 所以你看喔 我強制把它搬到右邊 來 請問一下這兩個相不相等 這兩個相等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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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我的s 它是1 2 3 4 5 6 資料擺行的 你可以在上面找地方註明一下 好 你看喔 s乘上s的change force 它會變成什麼 它會變成 1 2 3 4 5 6 我為什麼要取這個這麼難的數字 101 111 好 第一題答對 第二題答錯 第三題答對 第一題答對 第二題答對 第三題答對 沒有 用測驗的例子就思考是只有對跟錯 對不對 好 那乘上轉字轉過來就變成 101 111 這樣才講問是什麼呢 這個乘這個 1加1 2 這個乘這個 1加1 2 這個乘這個 1加1 2 這個乘這個 1加1加1加1 好 換邊乘 s的轉字乘s s的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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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轉喔 首先變成 101 111 乘上101 111 乘上101 乘小一點什麼 這個乘這個 2 這個乘這個 1 這個乘這個 2 這個乘這個 1 1 1 這個乘這個 2 1 2 連大小都不同 上面是2乘2 下面是3乘3 連大小都不一樣 大小都不一樣的 裡面的數字 就算 一樣也不會完全一樣 所以它可以 自己換它上去吧 絕對不可以 好 那我 所以這裡 絕對不會是等號喔 好 絕對不會是等號 絕對不相得 好 不相等啊 這裡不相等 這個 不相等 所以不可以自己無聊 給它轉過去 所以轉過去 我們是有技巧 可以再給它換回來 對 所以我們先轉過去 等一下想辦法把它弄回來 所以我們四個步驟的第一步就是 請 用暴力把它轉過去 但是暴力轉過去之後 是不相等的 暴力轉過去之後 是不相等的 是不相等的 我只用暴力把它換位子 換邊 所以暴力怎麼換 所以暴力怎麼換 把這個搬到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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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暴力 把這個全部都搬到它的最右邊 把這個搬到它的最右邊 把這個搬到它的最右邊 好 但是強調一次 它是不相等的 好 所以我是強制給它搬過去 強制搬過去 可以解 強制搬過去就可以解喔 因為這個乘這個是K 是K 所以可以解 可以解 所以這一步可以解 可以嗎 好 它都有K跟N 好 所以就把K提出來 好 它就可以解它的I跟Vector 跟I跟Value 所以這一步可以解喔 所以這一步可以解了 可以解 可以解 因為K我知道 K全部都是用Kerno function算出來的 這個是一個什麼 全都是1的矩陣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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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矩陣 對不對 那這一個呢是Identity Matrix 對角線是1 其他的位置都是0 這樣 所以它可以解 喔 這個算得出來 這個也算得出來 所以你可以丟進去Mate Lab 它可以幫你解 我們不會教你用手解 用手解太殘忍了 還是你想 我就是這樣靈略我女兒 所以我女兒才會 很生氣 好 這有沒問題 所以呢 我們本來是這裡就要帶進來例子 但是我今天想要把這個段落講完 然後下個禮拜我們再照這個例子 再看一遍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會去下載這個資料集 這資料集 我記得我們上次有用過 我現在已經搞不清楚哪一個班用過了 OK 這個呢 我們上個禮拜有用過 上上禮拜是有跑過對不對 叫Ele Donut 裡面一圈 外面一圈的 裡面一圈 外面一圈 很像太陽系 中間是太陽 外面是行星的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可以用兩個Kernel Function 這兩個Kernel Function 你不用自己寫 不用自己寫 Kernel Function 我們可以把Mate Lab的Kernel Function 拿出來用 很可惜 Mate Lab的Kernel Function 沒有辦法用設Paste 他沒有把Paste設好 他沒有辦法讓你直接用 那我們怎麼用 我們去把它找出來 Copy 然後把它 複製到另外一個檔案 然後放到我們的資料夾就可以用 所以你不用自己寫 別人幫你寫好了 好 所以這兩個Kernel Function 我們都可以試試看 那這Kernel Function有 RBF Kernel 有一個Sigma可以調 那Polynomial Kernel 有一個Gamma可以調 有一個R可以調 好 好 那你們 這個程式會練習 教你怎麼算K 怎麼算前面這個 算完之後 怎麼解IgonValue 跟IgonVector 所以我們會用 Mate Lab的一個指令 去幫我們解Ig 然後解Long 跟U 好 那 沒有人問 我自己回答 呵呵呵呵 就是 為什麼你不用網路上人家寫好的KPCA來用就好 因為別人寫的 欸 我不太習慣它的Input跟Output這樣 所以教你怎麼寫這樣 好 我們盡量把我們用出來的東西跟Mate Lab要一致這樣 好 一次 好 順便也讓你練習一下 比較困難的程式怎麼寫的 這個是真的比較困難的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要把我們的資料丟進去 算K 算完之後呢 那這裡要用到Once Mate Lab有一個可以全部都產生E的指令叫Once Mate Lab可以幫我產生Identity Matrix叫I 眼睛 好 叫I 那你解IgonValue跟IgonVector 他只要一個指令叫Ig Eig 就可以了 好 他就可以幫你解 所以解這個也不難 也蠻簡單的 好 再來我們進入到我們的第二步 來我們剛剛的第一步 再講一次喔 我們剛剛的第一步是這個 對不對 剛剛第一步做了什麼 我把它強制搬到右邊 把它強制搬到最右邊 就可以解 但是再強調一次 這兩個不相等 這兩個不相等 他的答案就不一樣啊 你解他在什麼 這兩個不會相等 我幹嘛解他 解他答案就不會跟他一樣 但是你又發現我這裡 你越來越好像有東西長一樣 你看 我這個EJ換成U了對不對 我這個EJ換成U了對不對 我這個EJ換成U了有沒有 因為我告訴你他不一樣嘛對不對 但是我中間的浪感是一樣對不對 有沒有 那以影樂類也告訴你說 其實那個浪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怎麼把它換回去 來仔細看喔 換回去這一步 想到這一步的不是我想的 是別人想的 我只是把它全部都整理完之後 再拿來用這樣而已 再把它整理成一個流程 因為大家想的都不一樣 那個Pandle上面 A有A的系統 B有B的系統 C有C的系統 然後我把大家看完之後 整理出一個比較好的系統 這樣而已 好 你看喔這個在左邊 現在這個在右邊對不對 它在左邊 那我去全部都成左邊 再成一個什麼 這樣不是每一個左邊都有大一個嗎 沒有 每一個左邊都有大一個對不對 喔所以 我就左邊乘上一個S的Transpose 用別的顏色 左邊乘一個 等號的左邊要乘一個喔 對不對 這國小教的嘛 等號左邊乘 右邊要乘對不對 等號的左邊乘一個S的Transpose 等號的右邊要乘一個S的Transpose 就乘一個 乘完了之後 這個左邊有了對不對 這個左邊也有了 這樣 好 所以我全部的左邊 都乘一個S的Transpose 所以第二步很簡單 第二步就是 請你把兩邊 Bose Sides 兩邊 都乘上S的Transpose 兩邊都乘上S的Transpose 好 乘完之後 開始 改變它的位置 改變括號的位置 本來這個括號在這裡 對不對 我乘在左邊嘛對不對 你仔細看喔 右邊都有一個S的Transpose 有沒有 所以我就把右邊的S的Transpose 提出來 這個提出來 提出來之後 跟UJ併在一起 左邊這個給它併進去 左邊這個給它併進去 很無聊 換位置 對不對 併完之後 我可以把這一線插掉嗎 併完之後 它有沒有長一樣 這有沒有長一樣 就變一樣了對不對 好神奇喔 有沒有 左邊併進來 把右邊提出來 左邊併進來 就長一樣 長一樣之後 你對一下 這個就是讓我打J EJ就是誰 就是他 EJ就是誰 就是他 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 不是把UJ算出來的嗎 UJ算出來之後 在乘上S的Transpose 就是 EJ 一步一步看喔 有沒有問題 一步一步看喔 一步一步看喔 有沒有問題 一步一步看喔 一步一步看喔 可以嗎 可以嗎 我把這個提出來 把這個丟進去 所以左邊一樣 這個提出來之後 剛好跟UJ併一起 本來 右邊也乘上一個Transpose 它剛好也跟UJ併一起 這兩項剛好就變一樣 所以變成這個 乘上這個 等到達乘上 所以 X-Transpose EJ 就是我們的EJ X-Transpose EJ 就是我們的EJ 這句話對嗎 這句話對嗎 不對 好 我沒有認為它不對 這句話對嗎 我們有做超級對嗎 這句話對嗎 他不對 不對的差大力 EJ的長度要你說吧 E 我有告訴你它的長度是5 沒有 所以長不對 還長一點點 快接近了 至少它存在這裡 等到達存在這裡 至少它位置都有對不對 只差在哪 這個向量的長度 還沒有改成E 然後變成B才可以 才是我們的EJ 好 所以只差一步 所以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把括號換個位置 我把括號換一下 這是括號 這單字我跟另外一個單字都會搞混 這叫Break Key 這叫括號 另外一個叫Break Key 那個是毯子 我寫Peple有時候會寫錯 所以我每次想要這個字都要查一下 括號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會變成毯子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毯子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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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四隻腳 好 好 所以現在還差什麼 這個跟 EJ跟這個很像了 位置對了 位置對了 還差一個東西 就是EJ的長度 是1 可是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 哇 你知道 它不一定是1對不對 好 我要想辦法把它長度變成1就好了 對不對 啊長度變成1 不就處理自己的長就好了嗎 對不對 好 所以注意一下喔 EJ的長度是1 所以第四步 就是再把它換一下 EJ 就會等於什麼 這一個東西 除上自己的長 可以嗎 對不對 長度就變1了嘛 我本來那根像樣 應該可以長 好 怎麼這麼難查啊 所以 這一次也有很多東西要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下時期要建議 哪個東西換 一個是上路那個 要吃台 對不對 另外就是 白白商店 好 你看喔 假設我現在有一根像樣 這個 這個假設我的主成分 我們一直用這個定值對不對 主成分指向1 1這個位置 好吧 這是我的第一主成分的方向 那這個方向可能是1 可能是2 可能是3 3 可能是4 4 可能是5 5 可能是負1負1對不對 太多根 不會辦法把它限制下來 有 怎麼限制下來 你就處理它的長度 還記得嗎 第一 處理它的長度是 根號2 所以就會變成 是不是 根號2分之1 根號2分之1 對不對 所以就會把它縮下來 只剩很可惜 它還是有2根 我們已經把它限制下來 但是它還是有2根 一根是往這方向 另外一個是往這方向 另外一個是往這方向 但是坐在同一個方向上 只是一個是往前 一個是往後 這樣可以 所以我們還是 沒有辦法變成為1 但是已經變成為2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把它處理它自己的長度 長度 長度是什麼 就是轉字乘以自己 然後再改正 對不對 好 來看一下中間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 我沒寫 我再給它寫一次 中間這一段的計算 我沒有寫 這一段會等於 UJ毛毛蟲的轉字 乘上S轉字再轉字 對不對 乘上S的轉字 UJ毛毛蟲 就會等於UJ毛毛蟲的轉字 S的轉字再轉字 轉過去再轉回來 這叫太無聊 對不對 然後再乘上S的轉字 UJ的毛毛蟲 就會等於UJ毛毛蟲的轉字 乘上K 乘上UJ毛毛蟲 為什麼 上面註明一下 K就是S乘上S的轉字 Curlometry算得出來 所以你看 Curlometry算得出來 左邊乘上UJ的轉字 右邊乘上UJ 就是我的長度 D8 再推翻 就是我的長度 所以長度 D8 可用 所以任何的流程 如果你在推導其他的 像後面我們在推導GDA的時候 步驟一模一樣 也是這四步 最後一步 就是把長度改成1 一定是這四步 所以最後一步 我們就要叫做Normalize的IgonMath 把IgonMath的長度換成1 把Normalize掉 好 所以它呢 UJ我剛剛解出來了 好 我可以把一個Curlometry算一算 這次它還在這邊一起 弄弄弄弄弄 UJ就算出來 我們下禮拜就會算 K也算得出來 UJ也算得出來 黑根號算得出來 E算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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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不能用 打到什麼 文字嗎 文字嗎 我想說 今天還有文字 這次文字太厲害了 這麼冷它還出來 有一個東西我算不出來 是誰 S的選擇Post S的選擇Post 把資料擺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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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把資料擺盒的 我不知道在這張幕間 資料擺盒的 長什麼樣子 所以 下一頁之一 這一頁才是 來下一頁我們再整理一下 怎麼這麼多獅子啊 好 那我們要把資料投影到那個空間 冷暖一下 一定要把它講完一次 好 我們要把它投影到那個空間 我們要有P一個維度對不對 我們要前面P一個組成分 這是第一個組成分 這是第二個組成分 這是第P一個組成分 第一個組成分 就是把這個J換成1 把這個J換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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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J換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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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DJP一個組成分 你看 這樣 好 來 你看 這裡有S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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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S轉字 搬到右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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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全部搬到右邊來 裡面就沒有S轉字 對不對 這裡面是什麼 我剛剛算出來的U 做一個調整 我剛剛算出來的U 做一個調整 我剛剛算出來的UP 做一個調整 我剛剛算出來的UP 所以這個呢 我叫它叫做UP UPUP 叫你加 可以嗎 叫UP 所以來看看這個 這個UP 可以算出來 UP 可以算出來 UP是可以算出來的喔 可惜可惜 有一個算不出來 叫大X對不對 所以UP算出來 大X算不出來 AP就沒有用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下禮拜會用這個例子 裡面一圈 外面一圈 然後我們去算UP 那我們會把它投影到前面兩個主成分 所以我們要算U1跟U2就好了 因為兩個主成分嘛 要三個主成分就要算U3 要四個主成分就要算U4 好 那我們只要前面兩個主成分 所以我們只要算U1跟U2就可以了 好 同樣的 這個 大S是資料擺橫的 資料擺橫的 資料擺橫的 所以大S很討厭 它未知喔 它未知 AP就未知 UP是已知對不對 那請問你 我怎麼算投影 我要怎麼把資料算投影 不能算 又卡在了 所以每個都是一關一關卡 又卡在這裡 又不能用 所以唸坑喔 最討厭就是 唸前面卡中間 唸中間卡後面 唸到後面你就懂了 好 所以再來 所以再來就是 我已經有AP了 對不對 我還有什麼 中心點 你還記得我們怎麼投影嗎 未知的點 要減掉平均 再做投影 對不對 這我們上次 上次我們 實驗都做過囉 對不對 未知的點帶進來 減掉中心 再做投影 好 AP的轉字 就是 AP的轉字 就是什麼 S的轉字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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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的轉字 對不對 就會轉過來 後面變到前面 前面變到後面 轉兩次 轉圈圈 都不會變 對不對 好 再強調一次喔 這個是 已知 這個是未知 這個是未知 這個也是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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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未曾堂好了 真的嗎 那已知是怎麼寫 這樣 吐出去喔 你那不是我寫錯 這個是 我有吐出去 你會看到 我告訴你 我寫錯幾次 我從國小到現在沒有寫對話 好 這沒問題喔 好 沒有問題呢 我們再往下 所以呢 我唯一能夠算出來 是UP 其他都算不出來 算不出來怎麼辦 要把它變得算得出來這樣 好 所以我們現在目標是把算不出來 全部變得算得出來這樣 好 所以呢 現在算不出來的是後面這裡喔 後面這裡怎麼把它變得算得出來 第一個 要先把它帶進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把 這個S先丟進去 分配率丟進去 S丟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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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這個放進來 S的Transpose E放進來 欸欸欸欸欸 有一個算得出來 這個算得出來 這個 這個 S的轉字 S乘上S的轉字 S乘上S的轉字 這是誰 這是K對不對 其實我不太喜歡 CurnalMatch 所以都要用K啦 因為我每次 S的轉字 S乘上S的轉字 這是K對不對 我就會抬頭想一下 每一個K 然後再轉 可以嗎 所以 所以 後面這個 椅子 未知 變椅子 要拖出去 寫對了吧 我每次都有拖啦 只是拖得短一點 其實我不知道 他要拖了 其實我不知道 這是真的 所以還差誰不知道 前面對不對 位姿 位姿 位姿對不對 位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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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最后一步囉 位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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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打開來看 大S 是誰 大S 就是 把第二個資料 擺橫的 點點點 把最後一個 資料 擺橫的 所以就是把大家都摆横的 然后呢 这个分配率再沉进去 分配率沉进去 分配率沉进去 所以沉完之后 沉完之后 沉完之后 还没插 我都不敢插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好 那这个呢 phi的transpose才让phi 已知的呢 phi的transpose才让phi 已知 phi的transpose才让phi 已知 phi的transpose才让phi 已知 所以不小心把位置的 全部换成已知了 很不小心 然后就可以变成什么 变成 kapa s1s kapa s2s kapa sns 我把位置的 这一堆位置的 换成 已知的 终于 把它换完了 所以 这里没有位置的哦 UP已知的 UP在这里 已知 kapa已知 N已知 k已知 万死 一对一已知 全部已知的 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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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算出什么 算出这个东西叫s 叫y y就是什么 对不起不是s 是y y就是我们的scope 就是我们组成分分析 投影过后的新作标 scope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组成分分析的scope 全部算出来 本来不能算的 透过一些小小的tick 技巧 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所以这个技巧很重要 所以叫做kernal trick 这样 合化技巧 好 有了之后呢 我们希望能够跟 MateLab一样 我们会把第一个资料的scope摆进来 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本来有 资料原来的s 对不对 第一个资料摆横的 第二个资料摆横的 第三个资料摆横的 最后一个资料摆横的 但是还有一个y 啊 y是什么 在主轴上面的资料 摆横的 在主轴的资料摆横的 在主轴资料摆横的 在主轴资料摆横的 对不对 这个是MateLab里面的 PCA帮我们跑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scope 它叫scope 对不对 MateLab的code叫scope 所以呢我们要把第一个y摆横的 y1摆横的 第二个y摆横的 i2摆横的 第三个y3摆横的 最后一个y摆横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矩阵算出来 这个矩阵在那里 在下一页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y摆什么 摆横的 把它转一转 y摆横的就是把我们的 刚才算出来的东西转一转 就是把刚刚算的东西转一转 转一转呢 本来在前面的 要转到后面去 转一次 转两次 就等于不转 对不对 好本来在后面的 要跑到什么 前面去 本来是直的 变成横的 本来是直的 变成横的 剪掉 这两个乘在一起 转一转 在后面的 换颜色 在后面的 跑到前面去 在前面的 跑到后面去 好 前面这个 后面那个是1n乘以1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列 n行 可以吗 所以 变成倒过来 所以只是把它换个位置 换个位置之后 开始排列 排排站 我们的Y Y就是我们的什么 这时间不对 这样讲太快 这样好像少了东西 没有写程式 就太快 写程式 就太慢 这就是我们的Skulls Skulls就是把Y1摆横的 Y2摆横的 Yn摆横的 Y1摆横的 Y2摆横的 Yn摆横的 Y1摆横的 Y1摆横的 Y1就是把后面的S 来 再回来这里 Y1是谁呢 Y1就是把这里 全部都改成 我写在这里 你们自己做标注 这里如果写1 这里的S就全部都换成1 这就是Y1 Y2 Y2是谁呢 Y2就是把这里 换成2 所以这里就全部都换成多少 2 Y3是谁呢 Y3就是 这里就变3 这里就全部换成3 如果你这样写回去 你还看得懂书 看到 一二三叠在一起 所以呢 Y1就是把它 所有的后面的S都换成1 Y2就是把后面的S全部换成2 Y3就是把后面的S全部换成3 Y2 Y3就是把后面的S全部换成2 Y3就是把后面的S全部换成3 Y2就是把后面的S全部换成N 其他都换成3 其他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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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UP 大家都成U 很无聊 提出去 所以就成一个UP在外面 可以吗 好 那前面这里是什么 KSE KS2 KSN1 KS12 22 N2 EN EN NN 它是什么 它就是K 为什么它是K K 我可以给你这个东西吗 我可以给你这个东西吗 它跟K不一样 K在哪里 K在好前面 K在260 K在260 220 K是什么 1 1 1 2 2 2 N1 N2 N 就是K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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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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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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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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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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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所以前面要先追导看哪里 但是最后的结果很简单 最后的结果就只有一个简单的词 好 所以我们最后呢 会带你去算一次这一个 这个Y 最后会带你算一次这个Y 那个Y就是我们的Skulls 好Skulls送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Y画出来 对不对 Y要画出来你看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Y长怎样 我怎么知道第一个Skull 第二个Skull 第三个Skull 第四个Skull 看我公布长怎样 所以我就把Y画出来 第一个 我只有画Y1 我只有画第一组成分的值 第一组成分的坐标 其他我都没有画 那你说这明明就两维 你看第二组成分都在哪里 都在里可以吗 所以它是一我一个 我只有画一个组成分哦 只有画YY Y2 永远都是0 诶 刚刚那个圈圈 竟然被我拆解出来的 一个在里面 一个在外面 通过这种反方 竟然变成一个在一个 一个在前面 好 另外一个是什么 那我就把YY跟Y2都画出来 第一组成分 跟第二组成分 也给它画出来 你会发现 Y2呢 在左边 YY在右边 就像废话 对不对 就是刚刚的组成分 对不对 好 这都是我们什么 我们可以处理非线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非线性的一些杂讯 给它滤掉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上个学习秀涵期末的时候 包括一个配合 我们在做语意分析的时候 我们在归等 我们人在讲话的时候的语意 我们认为我们人讲话是非线性的 我们不可能照线性的文章讲 对不对 我们讲话有时候会跳过去是非线性的 那既然我们的人的资料 写文章写字 全部都是非线性的 尤其是我们讲话中的不直接 对不对 我们讲不过背包 但是非线性 我们每次讲完 我们都觉得要来上课 其实我没有那个理事 你可以不用买上 没有关系 可以不用买上 还要买上 如果那天没有人就我自己在那里 所以他认为他的 只是那一天的文章很奇怪 那一天那个台大的老师 师大的老师很奇怪 对不对 我们不要讲谁 那个师大的 宋老 叉叉 他说呢 我们的资料 他说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 资料是非线性 结果他用了一个线性的SVM 去把它分开 他认为线性的SVM是最好的 这就很奇怪 我的资料是非线性的 我线性的SVM把它分开 他不是高级资料是线性的吗 对不对 所以他那个是奇怪怪的 他讲的前提是没有错 因为我们人在讲话 武艺应该是非线性的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透过一些 非线性的方式把它分开 所以你看我资料是非线性的 资料是非线性的 我可以透过非线性的特征萃取 非线性的组成东西把它分开 把它分开之后 归类出来竟然是线性的 什么意思 我本来在这个空间是非线性 我丢到另外一个空间是线性的 这就是另外一个空间的投影的结果 那这样子呢 我可以看另外一个空间之后 我可以把非线性的东西 把一些 本来这些指标都是非线性的 然后我把某些指标凑在一起看 另外一些指标凑在一起看 凑完之后呢 新产生的空间可能是比较非线性 这样就可以把它分开 可以吗 所以它可以做一些非线性的归类 可以把某些东西归在一起 好 没问题 我们还有时间 还有20分钟 是不是 不是 好 所以我们组成 Kernel版的组成分分析呢 真的可以把非线性的把它detect出来 而且可以把它区分出来 所以对我们的分类是非常有防足的 好 来 首先我先讲 先讲几个 第一个 我们对着投影片看 因为我们今天应该没有时间把程式跑完 但是我们可以先教你把东西拉出来 其实你很想下课 对了 有关系 对不起 那你不用把它拉出来 反正回去下影片再拉一次 好 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要先把 RBFKernel跟 火里龙用Kernel 这两个东西把它找出来 我刚刚讲 MateLab已经帮你写好了 你不要自己写 火里龙用Kernel 你可以自己写 因为火里龙用Kernel 只要写底下 就写出来 火里龙用Kernel 你可以自己写 但是RBFKernel 你不要自己写 那MateLab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我们都把它拿出来用 教你 好 首先呢 那你在MateLab里面呢 它是用在SVM里面 所有Kernel方式是用在SVM里面 所以你打一个SVM券 好 好 你就打一个SVM券 这个我们上学期教过的 上学期你不知道 我们就把它写下来就好 SVM券 好 有SVM券 你打完之后 你不要RUN 因为RUN一定跑不出来 按Enter 这个错 因为你什么都没给啊 你就给SVM券 对不对 好 在SVM券上面按两下 按右键 这里有一个open selection 有没有看到 把SVM券打开 好 按右键把它打开 好 MateLab写的SVM券就在这里了 这叫它的SVM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用MateLab的SVM的原因 因为我看得到它的call 我为什么不喜欢用B本SVM 台大理智能老师写的 他理智能老师曾经被IG公立办一个奖 因为他的SVM全世界 人家用的最多的SVM 比MateLab给了 比R给的程式都来了更多 我不喜欢用的原因是因为 他会打不开 他打不开 他会打不开 我要自己调整 就不能调整 我要自己开法 就不能开法 他的承议 好 好 这里面有Kerno Function Kerno Function呢 我要找的是RBM kernel 所以我打RBF 按Enter 就可以搜寻 你看 这里就可以看到RBF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再往下搜寻 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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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RBF Kernel 都在这里 所以你看 在MateLab里面给的几个Kerno 第一个Linear Kernel 不要用 Linear Kernel 不好用 可以用 可以用 有些东西本来就Linear 就可以做了 可以用 Codetic Kernel 写实的 我觉得他也没有很好用 比较好用的是RBF Kernel Polynomial Kernel 跟MLP Kernel 这个MLP呢 就是所谓的SIGMOID的Kernel 好 OK 这30Kernel 可以用 好 那这个Kernel呢 我觉得他不好用 因为他 那个3Kernel调整的时候 有些情况会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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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他不好用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 可能是RBF Kernel 跟Linear Kernel 好 那怎么用呢 你就把它点两下 你看我没有让我们操作 我只要是记下来而已 好 好 RBF Kernel 按右键 Open RBF Kernel 就打开了 人家写好在这里 对不对 好 然后给他 Safe 另存新档 存在哪里呢 存在桌面上的 这个 假设我们这一门课 这个绳子练习叫 KPCA 这样 打到KPCS 好 存进去 但是存起来 存在哪里 存在桌面上的KPCA 有没有 里面就有一个RBF 这不是你写的 别人写的 我只把它叫出来用 这样而已 你如果不这样叫出来 它预设没有设PACE 它没有办法黏它 当然你可以先射完PACE 可以直接把刚刚的资料夹 射PACE 用就好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 用太多 复杂的程式在里面 好 那我要怎么用它的 另外一个Kernel呢 我把RBF Kernel关掉 我再选另外一个 刚刚选RBF 现在选Polynomial ,一样的概念 我在Polynomial Kernel上面点两下 按右键 Open Polynomial Kernel 打开 打开完之后呢 Safe Safe 然后一样给它存在 桌面上面的 啥 的KPCA 好 Safe 这样就存进去了 好 这样我的KPCA里面 就有两个档 好不好 来我重做一遍 重来一遍哦 如果要跟我做 你就慢慢来 好,重来一遍 首先你打开Metheb 应该是这样干干净净的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第一步先打SVM 券 好 先打SVM 券 好 打完之后呢 在SVM券上面点两下 按右键 Open Selection Open Selection 把SVM券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是SVM的Code 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Code 我要搜寻RBF 为什么搜寻RBF 不搜寻Torinomial RBF只有三个字叫RBF BF 比较好大 所以你按怎么搜寻 我刚刚搜寻没有讲 对不对 搜寻就是Ctrl加F 那如果你要上面在哪里 Find 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Edit Edit 这里有一个Find 你可以点上面 Find 好 在Edit里面 有一个Find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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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Find RBF Find 在后面写RBF 好 写完RBF之后呢 你按 Find NAS 会看到很多RBF 这个看起来不像Code 在Find RBF 不像Code 在Find 不是 在Find 再看一下 还不是 它是Sigma 在Find 还不是 在Find 有咯 这里有一排 这里有一排 告诉你它有哪些课呢 Linear Codec RBF Polynomial 跟MLP 我们要的是这两个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下载这一个 三个都下载 好 那我们下礼拜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会同一个资料夹 同一个资料夹 同一个资料夹 对不起 不同的资料夹 同一个资料夹 然后呢 有些人自己选 有些人要选RBF的 不就有RBF 有些人要用Polynomial 有些人要用MLP的 就用MLP 那因为他们都有不同的资料夹 可以调整 那你会发现 条不同的资料夹 结果不一样 所以我们班 就会有三组不一样 希望 好不好 应该会 好 好 好 那我选了RBF Kernel 点两下 然后全部选起来 全部选起来之后呢 按右键 OpenRBF Kernel 它就帮你打开了 打开了之后呢 你用Save Save As 把它存到你要的地方 好 再看一次哦 你可以选上面 Edit里面的Save Save As 我把它存在桌面上的 的的的的的的 的的 KPCA里面 按存档 就存进去了 好 好 这个也可以关掉哦 关掉之后呢 Polynomial Kernel也是一样 按右键 Open 然后一样 Save Save As 就可以把它存到 你的桌面上的 KPCA里面 这样可以吗 好 好 没有问题呢 我把它关掉了